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酥脆皮馅饼的作法 薄皮大馅,一起来看看吧 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少加一点盐,增加筋性 倒入200毫升的清水,边倒水边搅拌 一直搅成大面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刚开始有点粘手,多揉一份 中间饧上5分钟,接着再揉 揉至面团表面光滑,直接放在面板上 搓成长条状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拿一个面剂,直接搓成一个圆柱形 另取一个盘子,在上面刷上一层油 均匀的放上做好的面剂 裹上一层油,锁住水分 面剂用油封住饧面,它的延展性会更好一些 盖上保鲜膜,密封饧面40分钟 取两个西葫芦,洗净之后刮成细身 胡萝卜也刮成细身 加入适量的盐 翻拌均匀,腌制15分钟 撒出西葫芦里面的水分 另起锅,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倒入嚼好的鸡蛋液 用筷子快速的翻炒 炒至鸡蛋成颗粒状 盛到碗里放凉备用 这时西葫芦也腌好了 挤出多余的水分 西葫芦比较嫩,水分也多一些 再切成段状,装到大盆里 先淋上一些油,搅拌均匀 防止加盐以后,再腌出水分 倒上炒好的鸡蛋碎 一把葱花 一小勺盐 半勺五香粉 半勺麻辣鲜 最后淋点香油 再次充分的给馅料搅拌均匀 香喷喷的西葫芦就调好了 接下来将盘子里多余的油分 倒在面板上 涂抹均匀,防粘 拿出一个面剂 用手按扁 再擀成一个薄薄的面皮 一头稍微大一些 再大的这一头 放上西葫芦鸡蛋馅 两只手掂起面皮 交叉一下 包住馅料 再边卷边拉伸 面剂的延展性很好 可以拉很薄 都不会破 生胚做好以后 再松弛五分钟 预热好的电饼畅里 刷上一层油 拿一个生胚 轻轻地按扁 放进锅里 开大火 先烙上两分钟 闻到香味以后 给生胚翻个面 再接着烙上两分钟 两面金黄 饼子都鼓起来 就熟了 外皮已经起酥了 用铲子压一下 不塌陷 即可出锅 咱们的香酥馅饼 就做好了 用手一捏 外皮很酥脆 皮肉很薄 里面满满的西葫芦鸡蛋馅 舀一口皮酥馅嫩 清淡不油腻 一顿吃上三个都没问题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咱们下期见 货 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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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